最新消息啊 日本发生了7.4级大地震 就在刚刚日本发生7.4级地震 在2024年新年的第一天 日本发生震级如此之高的地震 实在令人意外 不说新年新气下 但是在开年第一天 就发生如此之大的天灾 恐怕2024年全年 整个日本都会笼罩在 很阴郁的乌云之下 有些事还是要少做 河污水也不该排海 希望在日同胞 平安不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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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水传宝 知道吗 对 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狗哥是过新年 过的是比较放纵 所以没更新这个频道 新的一年开始了 狗哥是希望得到大家继续的支持还有关注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那在这新的一年的一开始 在中国墙里边 中国的舆论厂商清醒理性的王尔门 肯定呢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还有痛苦 是来自中国墙里边的战狼们 粉红们 他们的这种极端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今天影片看头呢 是有三段小视频 狗哥呢给大家展示的呀 就这两天 中国墙里边 舆论里边的这种热点话题 其中的第三段视频看了以后呢 会让人呢是稍微感受到呢是有点舒服啊 但是呢 仔细想一下的话呢 还是会让人感到的是比较的窒息啊 就是对于中国墙里边的这种极端傻叉啊 狂热的情绪 狗哥呢先挨个儿的介绍一下这三段视频啊 是两个事儿 三段视频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的相关背景啊 来龙去脉 让不太清楚的网友们大家呢首先呢更清楚一下 第一个和第二个视频都是关于在新年的第一天 发生在日本能登的大地震啊 一些中国自媒体他们非常丑陋的反应 第一位是中国快手上的一位主播 他的一名呢叫张胖显示呢是有这个超过两百万的粉丝 他呢还曾经是中国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一位政协委员 还是什么这个客座教授事实评论员等等 日本这次发生大地震以后 这位张胖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货色啊 他这个视频已经是被翻译成了日语 在日本的这个社阳媒体上呢是传播 最近四个年以来 日本国民他们整体上对中国的观感是变得非常非常差 变得是前所未有的差 那像张胖这种货色 中国的这种极端的坏叉战狼粉红 他们就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很重要的罪人之一 第二个小视频里边的这位啊 看上去这个浓眉大眼的堂堂正正的 他是中国的官媒海南电台的一位主播 视频里他说的这段话 说这个日本发生这次大地震啊 是对日本的一种报应 这段话呢应该是发在他自己的这个自媒体上面 他的这个大名呢叫肖成浩 他这段话发在自媒体上啊 活了以后 他的单位雇主海南电台 觉得他这么公开讲话呢不合适啊 他这样子对日本表达的这个仇恨呢 是表达的太直白了 所以呢就宣布呢对他的暂时停职 做这种样子对他应处罚 结果呢海南电台中国官方的这个行为呢 就引发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据说呢是有很多的中国网民呢 给海南的官方呢打电话 纷纷表示对处罚这位肖主播是有强烈的不满意 他们认为肖主播说日本地震是报应 这个呢没问题 他呢绝对不应该被官方停职 这样好的主播呢反而呢应该被重用 这个呢是中国粉红战狼们他们的态度 这个呢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 这位肖主播他虽然是被官方呢暂时停职 但是据说他在墙里边的自媒体呢 两天之内就涨粉呢是超过100万 他本人是受到中国网民们的强烈的支持和追捧 这个呢是这两天很火的这个中国海南 一位官媒主播他的事儿狗狗狗就不去查到底是有多少中国网民给海南官方打电话表示抗议 也不想去查这位肖主播他是不是确实涨粉呢超过100万 这个具体的数字呢他已经是不重要了 这个状况他肯定呢是确实存在 就是在中国墙里边现在你越敢于去公开的去不要脸的骂日本 特别呢如果是身为有一定知名度的最好呢是有一定官方身份的人 他们越敢于公开不要脸的去骂日本去骂台湾去骂美国 那这样的人他们在墙里边那个涨粉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快 他们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受中国人的欢迎追捧 就是这样这个状况它是确实存在的 而且呢这种状况在中国墙里边呢已经是存在了有好几年的时间 资深的哥们都不知道狗狗呢是把2018年界定为是中国的战狼元年 所以呢至少啊从那个时候开始 最近几年来中国墙里边的这种状况呢 都是在愈演愈烈 第三段小视频同样是这样 这段视频这两天呢在中国墙里边网络上传播的是非常的火 这个呢是发生在帝都北京的地铁上 据说呢是4号线啊在这个人民大学站附近 从视频里边人穿的衣服来看 这个视频呢应该不是最近的 有可能是在几个月之前秋天那时候的 但是呢这个视频它这两天最新出现的 传播的是非常的火 视频里边对外国人挑衅的这位 看样子很可能呢是当时呢喝多了有点醉 但是大家都会知道有一句话叫酒后吐真盐 可能网友呢还会知道呢有另外一句话啊 叫这个喝酒喝醉从来都不是犯错误的合理理由 因为这个道理呢很简单 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里边特别的是在中国墙里边啊 大家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喝醉酒发酒疯借酒闹事包括打老婆打孩子 有各种所谓的喝醉酒酒精上头以后发生的各种状况 但是呢大家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喝醉酒的人他们去打砸中国政府机构啊 他们去打砸中国的警察派手所啊他们借酒劲主动去挑衅警察的这些个所谓的喝醉酒的情况从来没见过对不对 反正大家看到的最多的都是喝完酒以后呢打老婆打孩子啊去街上打个老头打个老太太啊 骚扰欺负个姑娘等等包括像这个在地铁上他想去欺负一个外国人 中华墙里边那些个所谓喝醉酒发酒疯了爷们基本上他们都是这种表现 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说一下这个他到底是真醉还是假醉 所以呢狗哥呢是自古以来认为所谓的这个喝酒啊喝醉了 从来都不是犯错误做错事的合理的理由 全世界所有的爷们如果喝醉酒以后都敢去主动挑衅比自己强大的人 像各种纹身的壮汉警察政府官员之类的 如果喝醉酒了敢去主动挑衅这帮人 那个我认为呢这可能呢才算是真的醉了才真的算是条汉子 要不然的话你那个借酒劲打老婆打孩子 你骚扰欺负一个姑娘你想欺负一个外地人想欺负一个外国人 这个其实呢都是很low很low很low的行为 唯一能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个人呢 他的人品呢是极端低下 他就是个垃圾就是个人渣 这个呢是狗哥的看法 所以呢第三段视频里边北京地铁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啊 北京爷们他也是这样 所以呢他当时挑衅以后就遭到那位外国友人的果断 而且呢很有效果的反击 发生了不可名状的场景 这个呢就让狗哥看起来呢是很舒服啊 看的是心情呢也非常的愉悦 真的就是活该中国活的战狼粉红们他们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 另外狗哥呢也要再次感慨 就是在堂堂啊中国的土地上 活的战狼活的粉红 竟然是只能被外国人去这么教育 这个场景呢他真的也是一种悲哀 一百多年了这种情况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好像是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啊 就是战狼粉红们他们最终呢还得靠洋人们 靠洋大人们去教育 这个情况真的是很悲哀 这个呢是今天面开头的三段视频啊 也是这两天开年之后中国舆论里边的几大热点 狗哥呢给大家的分享还有吐槽 这两天还有一个热点也是关于中国的一位粉红 也是跟日本这场大地震有关系 而且呢这个热点呢它是在中国墙外边 在现代文明世界里边搞出来的关注呢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火热 大家来看这个呢是在墙外边著名的英文社交媒体网站 reddit上边的一个帖子 他的标题是我的中国老婆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非理性仇恨 让我很抓狂 这个帖子他是发在这个网站上一个中国话题群组里边 里边呢是有40多万名成员 这个帖子呢也成为这两天的上边非常火热的一个帖子 发帖子这位说 他呢是一位在欧盟国家的公民啊 就是应该是在欧洲 他是娶了一位中国老婆 他说呢日本这次发生大地震之后 他呢就把一些视频呢拿给老婆去看 结果呢他的中国老婆就说挺好的 对这个情况 这位欧洲人呢当时就感到是很震惊 对他老婆就说 对其他人遭受的伤害 你有这种反应认为挺好 那这种反应呢非常的不耐心 但是呢他的中国老婆就回应他 说日本人啊在以前呢是杀害过很多的中国人 所以呢日本现在发生这样的大地震 确实呢就是他们日本应得的 这个呢就是一种报应 所以呢他认为就挺好 这位欧洲老兄呢继续给他的这位中国老婆呢是解释 讲道理啊 说他自个儿的家里人 他爷爷的一位兄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呢 是曾经被德国纳粹绑架 并且呢最后呢是死在这个纳粹的集中营里边 虽然他们一家呢并不是犹太人 但是即便他们家发生了像这样的真实的事 他本人在现在呢也不会去憎恨现在的德国人 他认为现在的德国人不应该去为他们的祖辈 为他们父辈曾经犯下过的错误和罪行去负责任 狗哥呢再重复一下这个观点啊 这位欧洲人他认为 现在的德国人啊不应该去为他们的祖辈 为他们的父辈曾经犯下过的错误和罪行呢 去负责任去承担责任 狗哥自己呢也是很认可这个观点 所以呢狗哥呢是特别建议中国人 还有巴勒斯坦人 特别是那些个哈马斯的粉们 都认真的去学习和接纳一下这个观点 帖子的最后一段 这位欧洲人他说 真的是不明白 他的中国老婆对日本的这种非理性的仇恨 到底是从何而来 他怀疑主要是他老婆 接受过的来自中国的长期的那种偏执狂的教育 还有中国墙里边社交媒体上的那些个仇日的疯狂的情绪 他老婆的这种状况 现在呢就让他感到是很抓狂 所以呢他就发帖子呢寻求帮助 问这个有中国伴侣的人 有没有也有类似的情况 如果有就赶紧呢分享一下经验 救救他 救救他的老婆 也救救他们的婚姻 这个呢是一位有中国粉红老婆的这么一个欧洲人 他在新年一开年的一个求助 成了一个很火热的帖子 这个呢狗狗呢没太多可说的啊 正在看这影片呢台湾的玩家们可能呢会有更多的发言和评论 因为来自中国的配偶 所谓的在台湾陆配他们的粉红的问题 这个好像在台湾呢也是一个很受关注的话题 所以呢台湾的玩家们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啊 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解 给这位欧洲人一些建议 狗狗今天影片的标题啊 中国新年开端出现一个老气象 而且呢这个老气象呢 他还表现的是特别的热烈 特别的火爆 就是这个状况 就是中国人里边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 战狼粉红情绪 很有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边 在2024年 他们呢表现还是爆表 还是爆棚 这方面 肯定呢不会有什么这个改善 反而呢还会越来越猛烈 这两天中国墙里边呢 还有一个老的气象 也是非常的猛烈 就是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旅游业 在被中国舆论呢 是猛吹 在爆锤 这个状况 墙里边的中国网友们 肯定的会感受的更热烈啊 那为什么狗狗说这个呢 是一个老的气象 因为这两天 中国舆论狂吹哈尔滨文旅的这个情况啊 跟去年的三月份 四月份 狂吹山东滋博烧烤的那个状况呢 是一模一样的 给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现在中国游泳里边吹捧哈尔滨旅游的情况 跟去年吹捧山东滋博烧烤的情况呢 是一模一样的套路 所以呢 在去年 狗狗当时呢 严重不看好滋博烧烤 当时呢 就警告中国的网友们呢 千万不要去滋博投资烧烤 甚至说你连这个去滋博吃烧烤 去都不要去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无聊 非常的虚火 那现在狗狗对这个吹捧的哈尔滨的旅游 同样是这个态度 就中国的网友们 大家呢 千万不要去哈尔滨 去投资旅游业 投资什么 冰雪节 这种虚火 千万不要去 真有想去体验冰雪旅游的中国的网友们 大家呢 还是要努力去日本 去日本的北海道 别的又不多说了 这方面 狗狗的建议呢 肯定是金石良言 绝对不会错 所以呢 在新年的一开年 在2024年的一开年 中国墙里边 他表现出来的两大状况 一个呢 就是经济上的虚火 就是像疯狂吹捧哈尔滨旅游 这样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粉红战狼狂暴 这两个情况之间 他们其实呢 也是有联系的 他们反映出来的 就是中国最广大底层的那种愚昧 相比较之下 中国上层的精英们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最新的表现 大家呢 首先来看啊 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曹德旺 曹德旺这个名字 中国玩家们呢 应该都听说过啊 他是这个胡建人啊 主要呢 是做这个汽车玻璃的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呢 也聊过这个曹德旺 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对曹德旺这个印象呢 是很好的 曹德旺 他平时在中国语论里边表现出来的 也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经济的 所谓的这个正能量啊 对于这个中国经济的 有信心 但是大家来看 这位曹德旺 这位中国资深的民营企业家 他在最近这两天发表的 关于中国的民营经济 他讲的几句大实话 第一 他建议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 不要怨天怨地 都应该承认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 所有人都掺和了这个事 所有人都有责任 在这儿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曹德旺 他说的 今天这个局面 今天中国民营经济的局面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这方面 资深的哥们肯定呢 都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了 第二 曹德旺说 不要自己骗自己 不要认为明天就会更好 后天就会更好 你要想明天会更好 你就要首先弄清楚 在过去发生了什么 用什么方式去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多长时间 第三 曹德旺呢 还是建议呢 要积极的去面对 要团结起来 渡过难关 他说呢 困难事存在 死应该的不会死 但是肯定呢 会难受一些 那大家呢 是不是都能够看懂 中国的这位资深的民营企业家 他讲的这些话 表达出来的意思 他是针对中国的民营经济讲的 同时呢 他呢也是针对整个中国经济讲的 同时狗狗呢 也认为 所有生活在墙里边的中国人 大家呢 也都有必要从自己生活的角度呢 去理解 去借鉴曹德旺 他讲的这句话 不要理所当然 认为在将来呢 就会变好 将来变好的前提 是中国人呢 要做出多大的努力 去纠正在以前犯下的错误 曹德旺这句话 讲的是非常的棒 但是呢 他在最后呢 还是要表达这个所谓的正能量 说死 倒是不会死 就是中国经济呢 不会全死 不会彻底的凉 但肯定呢 会难受一点 狗哥认为呢 中国经济 他会不会死 会不会彻底凉 主要呢 还是取悦于 最上边的这个总加速师 他在今年 在未来几年 他会怎么去加速的折腾 另外还有一位中国的精英 著名的电影导演冯小刚 冯库子 中国的网友呢 应该都知道他 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 冯小刚在微博上 发了他的新年寄语 他说呢 刚过去的2023年 中国人纵有一万个不如意 但是呢 还应该感恩生活的一个和平的环境里边 最起码中国呢 没有变成像乌克兰和加沙那样 大家都可以认真体会一下 冯库子 他这么讲话 他要表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中国粉红们 最痛恨的那种阴阳怪气 中国最起码还没变成像加沙那样 是不是非常的牛叉 对于2024年的期望 冯小刚说呢 他呢是祈求啊 国泰民安 中国人呢 都与人为善 善良也许呢 不能让你发财 但是呢 一个社会 他的整体的善意 会让你呢 在倒霉的时候呢 获得些许的关怀和同情 他是劝告中国的网民们随和点人家有朋友不能逮谁跟谁掐 得跟全村全公司90%的人呢去交朋友而不是为敌 大家说这个呢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他呢就是劝中国呢别再演战狼了 别再去跟美国跟日本跟其他国家去瞎折腾了 对不对 所以呢大家呢从那个曹德旺 从冯小刚这样的中国精英里边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现状 对中国的未来有的非常强烈的焦虑还有危机感 很多的中国网友都会知道 中国像曹德旺和冯小刚这样呢 他们的完全不是那种反贼的类型 相反 他们自古以来呢 都是很配合中国政府和中国这个体制的 但是呢 现在即便是连他们对中国的经济 对中国的对外交往都表现的是这么的忧心和不满意 那中国精英们他们的整体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啊 好了新年的第一个作品狗哥呢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以后接着聊啊 拜拜